根据洛杉矶线警方公布的监控录像 在7月19日周三午夜12点半左右 一名受害人正走在西好莱坞 Larabee街800街区 突然一辆黑色SUV停下 三名手持手枪和步枪的嫌犯下车后 将受害人推向路边围墙 抢走了手机和钱包 另外警方消息也指出 最新的一起抢劫案 同样发生在西好莱坞 本周四午夜 在美尔罗斯大道8800街区的 克雷格餐厅外 两名约20岁左右的年轻男性嫌犯 至少一人持有武器 抢走了受害人的手表 并搭上第三名嫌犯驾驶的车辆逃逸 不过警方目前还不清楚 两起案件是否由同一组嫌犯所为 因此他们呼吁知情民众 主动联系警方提供线索 或拨打犯罪防治热线匿名举报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下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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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线